今天给你们加点干货啊 关于笼子如何选 来 一般就是这种啊 这种是不锈钢的 如果家里是大型犬 或者是中大型以上的这个犬啊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啊 小经验 也非常实用 就是别管狗多大啊 别管你是这么大的小狗 还是这么大小狗 就两个月还是四个月 还是六个月到家的 一定要选大的 宁可选大一号 不选小一号啊 为什么我给你们讲啊 乌拉现在是三个多月 对吧 如果你家的这个狗呢 接到家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呢 正常来讲 就应该给他准备一个这么大的笼 这个笼子差不多是一米左右的啊 然后会有几个核心的点 需要大家注意啊 就是这个垫板 这种垫板啊 这种垫板 一定要准备两个垫板 为什么准备两个啊 你听我听我说啊 首先小狗的时候 小狗的阶段 先给他在笼子里面铺一个 这种情况是为啥啊 如果直接用这种笼底啊 小狗在里面住的情况下 因为他的间隙比较大啊 他会造成狗子 小狗啊 散爪 趴提 就爪心非常不好看 严重的会引起他的这个指尖炎 如果长时间待在笼子里面啊 但是你给他铺上这个垫板之后呢 他平时啊 会在这个垫板上活动 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他的爪子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点啊 小狗刚接到家 他的排便是不定时的 那这个时间段 到他没有形成一个固定排便的这个习惯之前啊 他如果在这个笼子里面住的情况下 平时会在这个垫板上啊 休息 然后呢 他排便的时候呢 会到这边排便啊 这个不用训练 他会自然形成 因为他会在舒服的地方啊 舒服的地方睡觉 然后狗有个习惯 就是不在睡觉的地方排便 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在 漏粪效果比较好的 这个直接 垄底的这个地方排便 然后在这个垫板上睡觉 这种情况下呢 你再去慢慢的过渡啊 通过遛狗啊 每天固定的时间遛狗啊 固定的时间去陪他这个大小便 然后这个这个期间慢慢的形成一个过渡到他自然的这个定点大小便啊 这是一个就是针对啊 上下班没有太多时间陪着狗去训练他大小便行这个这个习惯的这个呃蚕食官啊 这种方法是一个非常干净啊 狗又干净又好清理 然后呢 呃平时管理又不用特别上心的这种方法啊 那还有一种笼子是这种啊 这种笼子是比较便宜的那种铁笼子啊 这种笼子有个缺陷在哪啊 虽然它很便宜啊 使用方法和那个是一样的 但是它这个笼底啊 特别细 这种细铁丝的笼底啊 这种笼底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漏粪效果特别好啊 它基本上 它拉了大便啊 就会直接掉下去 但是有个特别不好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这个笼底特别细 非常容易造成狗狗的直肩炎 啊这个要注意 如果你家里在笼子里面待的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下 用这种也可以啊 那话又讲回来啊 什么时候把那一个 你买了两个键板对吧 那这个狗狗慢慢的 它会形成一个固定的时间去大小便 因为没有哪只狗啊 会愿意在它的笼子里面大小便啊 没有 没有这种狗啊 一定要切记 当然当你慢慢的去给它养成一个固定的时间排便 固定的地点排便的时候 它慢慢的就不会在笼子里面 随着这个时间呢 它也长大了 长到四个月或者五个月的时候了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另外一只笼底垫到里面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充分的去保护它的爪子啊 因为太大了 这一半的笼底它也趴不开了 这样的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 从你刚接到家到完美的过渡 到它自然形成的这个 呃习惯养成啊 定点大小便的这个习惯养成 这也是老徐比较推崇啊 个人比较推崇的一个 呃家庭养狗的一个方法啊 就是一种方法就是 给它准备一个笼子 自然过渡到它定点大小便 这样的话就不用刻意的去要 要求这个小狗在很小的年龄段 它还不太明白事的时候呢 就要求它去憋大便或者憋小便啊 又要挨揍又要挨骂的 那这个这狗子也是比较痛苦啊 因为那个时候它不太小了啊 两三个月的时候太小 不太容易训练 当然了你如果有充分的时间 就是你一天到晚也不上班啊 有的是时间陪着狗子 那你也可以直接把两块电板都垫上 然后通过你频繁的去 比如说三四个小时就要领它出去 大便或者小便的情况下啊 也给它养成这个习惯 这也是可以啊 当你采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它偶尔也会在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会在这个电板上排便啊 这个你不用管它 它需要一点时间去习惯 或者是养成这个 在另外一侧去排便的这个习惯啊 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过渡 养狗这个东西啊 不能太心急啊 太心急的人养不了狗 老徐家有这两种笼子啊 一种是铁的那种细的铁丝 还有一种这种不锈钢管的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新款的笼子 是那种方管笼子啊 方管的笼子 在老徐看来就是特别不好啊 特别不好 因为它方管的漏分效果特别的差 还又脏 又不好用啊 所以不建议大家去买那种方管 有条件上不就钢的 没条件用那种铁丝也行啊 当然了电板必须要有啊 电板必须要有 使用方法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啊 以上就是老徐 自己养狗的一些小经验啊 分享给大家 很少有人跟你们讲这个事儿啊 但是这个方法确实 针对一些时间比较少的铁丝官啊 非常的有效 而且主要是干净 对狗也好 对人也好 好了啊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点赞加关注 养狗不迷路